来来来 来 咪宝宝 咋个搭子啊 有缘再见 祝妈走了 拜拜 宇邦攻略很多 但一条视频讲清楚 怎么进村 怎么出村 上下宇邦村的步行距离 和各条图不显的关系 比如走黎色线 应该是住上宇邦还是下宇邦 吃喝物价 哪家餐厅好吃 等等 都没人讲清楚 今天鱼胖一条视频给大家 都明白 第一部分 一个人从丽江到宇邦怎么去 丽江的高速路口 有很多平车师傅 可以直接从丽江到西当村 费用在220块一个人 乘车在9个半小时 基本坐一天 香格里拉进西当是120块 如果需要我那位 又会介绍风景 还愿意停车下来 让你拍照的师傅的联系方式 点赞关注鱼胖后 私了我 鱼胖会给你们联系方式 一会儿你给我留个电话 粉丝有需要的话 到时候我私发转发给他们 你太靠谱了 而且还会介绍风景是吧 太阳 第二部分 进宇邦的费用 到了西当需要购买55块的门票 搭越野车去上宇邦是200块 下宇邦是260块 徒步则不需要 建议大家还是乘车哈 基本上是盘山的上坡 越野车下坡开的也肥快 鱼胖再次也呼吁一下 雨泵越野车的司机们 你们上坡行驶为了爬坡速度快 我能理解 请下坡的时候减速慢行 你让一下徒步者 近期如果你是从梨龙村进 以上费用都没得 但路口要选择队 不然会被劝法 走到鱼胖这个路口 也就是美丽大转山的路口 看到吗 这样进去 未来雨泵修路的8到12个月期间 进出雨泵都需要梨龙徒步进入 第三部分 雨泵徒步的路线 选择好上下雨泵怎么住宿 雨泵分为上下两个村 从下雨泵走到上雨泵 半个小时点都不夸张 全程爬步 皮卡车和越野车开的还飞快 敲黑板的时间到了 如果你要把雨泵所有的路线走完 雨胖的行程建议来了 习当劲呢 先住在上雨泵 可以分别徒步 冰湖县和黎色县 两条县路完后 可以在民宿找老板要联系电话 六席一个人 搭皮卡去下雨泵 建议可以自己走下去 下坡不是很累 下雨泵可以徒步神铺县和神湖县 村内县路路完后 常规初春是从梨龙县徒步走下山 到梨龙村 拼车或大巴车回香格里拉或梨江 大家走到梨龙后 可以选择拼车 如果说想更节省费用 也可以在下面去坐那个大巴车 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后台私信鱼胖 我可以把大巴车的电话 私发给你们 你们可以提前一天占位置 要比拼车便宜一些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你这几天都走废了 可以找老板要害电话 花260块 先皮卡后约页 直接在西当返程 第四部分 关于吃喝的物价 配套介绍 还有餐厅的推荐 雨泵的消费 对于鱼胖的经济能力来说 真的会觉得徒步是一项奢侈的运动 同行徒步的搭子们也都觉得贵 600毫升的矿泉水 5块 可乐10块 桶装泡面也是10块 蛋炒饭30块 一万面条25块 整个村内的常规菜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 素菜最便宜在30 荤菜48起 整个上下雨绷配套很齐全 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潮湿啊 咖啡店啊 面包店都有 走累了 上雨绷有那种炒药泡脚的店 常听鱼胖推荐游篮 走神湖的时候 路上偶遇队友推荐的 一进去就一发不可收拾 连着吃了两碗 算是正宗有调调的川菜馆 尤其是他家88一份的游篮 一定要点一份 在雨绷算是性价比很高的 必打卡的咖啡厅 鱼胖推荐格桑云纳 那里是妥妥的 雨绷人生照片的机位 超大的落地窗 喝杯咖啡 氛围感到位 如果你觉得咖啡太贵 可以点杯嘉宾的可乐 10块钱 怀着伤感的心情 鱼胖今天要离开雨绷村了 来了4天 新兴念的 就是想到这家 超长玻璃的 隔山云纳的 这个餐巴里面打卡 这里是鱼胖在下雨绷里面 看到的一个最佳 出篇的机位 也算是人生照片吧 迎走前来打个卡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招牌的 下雨绷的机位 远处里能够看到 美里的五指神山 左侧就是神湖 静止往里走 就是神湖 是不是整个画面 点燃了你对雨绷的向往 我是最近这两年 无数次被这些画面所吸引 终于把雨绷 四条线路 录完三条 出了冰湖里去 鱼胖全都去了 下雨绷还有家三野 他家环境也还是可以 还有新鲜出炉的面包 就是景观有点常规 第五部分住宿 雨绷的住宿 乞丐版算是鱼胖住的轻鱼 一百四十八块一个床尾 到最顶的三千多的野鱼 贵的我没住过都没得发烟权 就鱼胖住的梅多情侣 看得出来是才更新过的 招牌很有设计感 进门就是一位闷烧话不多的老板 旁边有个迷离超市 给这个老板合拍一个 长得帅气 我没化妆 对各条线路 有什么像我们那天纠结的话 他可以帮你一锤低音 他直接手机里的什么视频啊照片啊 就可以帮你做一个最好的参考 正面巷里就是佐马一个人忙碌的餐厅 寝室分男请和女请 算是硬了 汗的汗死 闹的闹死 老板还贴心配置了储物箱 贵重的器材物品可以放进去 二楼是一个大露台 大露台上面还有一个天台 下午回到情侣三五好友在上面河北乌书 晚上拍一下行空都可以 风景是正对美丽的奇蛙人案 说一下祝情侣最最最大的好处是啥 方便找路上的搭子 旅行本身是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 人在面对各种未知的挑战和困境时 最真实的自我便会暴露无遗 通过情侣找到合适的搭子 一起去面对徒步路线选择的纠结 爬身中背不动包 需要拍照拍视频 归来后一起发现美食 一起感叹羽帮的物价贵等等 在不吃而喻中被感动 当搭子要先一步离开时 他将自己剩余的洪流感冒通缉部落坟给你 在他临别时 你是真的会不舍难过 来来来 来 您帮我按一下 咋子 咋子 啊 友缘再见 同情四个 拜拜 加油 祝你在大理相亲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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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城市生活中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看到人性的善意和美好 这可能是旅行带给鱼胖除了自然的疗愈外 关于人性带给我的美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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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胖 加油 未来鱼胖大多数的旅行都会选择做情侣这种背包穷游的方式 帮助大家去避情侣的坑 有点激动了哈 第六部分最佳的出行季节 鱼胖基本一年四季都可以冲 12月至6月很合适 属于滇西北的旱季 美丽出现日照金山的概率也要大一些 鱼胖是个人强烈推荐五月 曼山的杜鹃花和雪山更大用 第六部分 徒步装备 首先是登山包 因涉及从丽江到雨泵村的交通 建议有个50升以上的大容量背包 比如你从上雨泵转到下雨泵 或动车站机场转车 大背包相对更方便 一身农民的鱼胖 这次背的是MH500的Air 颜色烧气 对比2499的猎蟹包 更适合大多数人 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嘛 20升的小背包也要准备一个 这是为你进村后单日徒步 放一些必需品啊 尤其是水杯 高原徒步类似刚需哈 早上喝杯冻干的咖啡 更香 早餐就是一个唐达人方便面 还用冻干 泡了杯咖啡 然后加蓝 这个幸福只是这么提起来了 常规的充电宝 雨衣 洗漱包 布洛芬的感冒药 小零食都要有 这一次我发现 每个人的嘴唇都是红红的 严重的还有伤口 所以除了防晒霜 唇膏在高原徒步也是刚需 鱼胖手上还出现了很多道歉 护手霜也有必要 护肤的话 大家高原徒步归来后 晚上还是挤了不一哈水 确实很干燥 高原红是肯定的 着装这一块 鱼胖一身的迪卡龙 素干衣 素干裤 抓绒登山鞋 棉袜头登 冲锋裤 还有缺货王MH500 防雨索温的效果 是严重超出了它599的售价 登山帐 护膝 帽子和墨镜都是必须品行 这一次鱼胖首次使用了一次性的纯棉内裤 很好用 未来也会是我的雏形必须品 鱼胖的文字清单 公主 少爷们请查收 以上就是鱼胖关于羽崩一战式的攻略 也请各位看官老爷们点赞关注鱼胖 如果觉得有用还可以收藏 因为你们的动动手指 对于鱼胖的账号运营是相当的重要 关注鱼胖 让你对世界更有想象 我没为了消息 我们就给予求 不客气